哈喽大家 我今天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个妆 就是如果我们过年回家 要是你这么化的话 会有人家觉得说 哎 你好像没有用力过门 但是呢 你又好像过得很好的样子 先按上妆的先后顺序 然后把我所有的产品都拿出来 然后这是我会用的散粉 我大概会用三盘散粉 这个是脖子的 然后这个是亮颊的 然后这个带微闪 所以我会放在我的颧骨的位置 大概就是这么多 我们就直接先上粉 我一般就是大概用一泵 然后就全脸 我觉得有点瑕疵没关系 但是你的皮肤要看起来比较好 就用散粉再压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底妆OK了 我们就开始上我们的眼妆 我基本这个眼妆的方式 就所有的眼影牌 你都可以这么用 眼部的打底 非常推荐大家去买 就是你会发现 你只要上这个打底 你的眼影很显色 然后它一整天都不会掉妆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上眼影 然后就跟着我们眼窝的这个位置 开始熨染 然后很多女生 其实不太会熨染 其实这个时候就很简单 你就用一面点刷子 点完之后呢 反一面 全眼周铺开 我们就再用一个这种点头刷 就比我刚刚那个 还要再扁一点点 再刷我们眼尾的部分 就是这个地方 往后是一点点 往眼窝的位置 这个地方扫 扫完眼下带一点点 OK 你看这个时候就整个眼妆都比较重 对不对 不用担心 我们就开始用这种刷 比它少圆了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眼窝 就会变得很自然 你看 这样就会自然很多对吧 而且整个眼影 其实是会有层次的 就这两边会伸 然后中间会浅一点点 开始画眼线 它是气垫眼线膏 所以它每次按下来 画出来的整个轻重程度 都是一样的 沿着内眼线的一个地方 然后从眼尾的地方 开始画 放完眼线之后 可以用那种特别细的那种细节刷 去勾勒它 然后呢 我一般正常的话 我就会用眼影盘的 最深的这一盘 再把我的眼线描一下 这是一个眉笔刷 但是我发现它很好画过产 就是它的整个宽度很够 而且是这么斜角的 所以我每次就是沾这一盘 然后就直接沿着我的眼尾的这个地方 画一头好 我们就点个bling bling的东西 在眼头这边点两个 偏亮一点的烛光的时候 会让人家觉得你眼睛很有神 我这个时候就开始用了一个bling bling 先用这一面 啥也没有的 先把你的杂毛给它 梳开之后 再刷 你会发现你的睫毛会穿得很漂亮 然后我们就扫一下 腮红再加一个bling bling 就ok了 项骨的位置 就一点点 一头扫就ok 然后这个时候不要觉得妆 可能会有一点重 可能你腮红不够自然 你这个时候再用散粉 稍微的压一下吧 你的妆效就很漂亮了 就这一盘其实是晚安粉 它里面其实是会有一点点美白粉 所以我涂在这个脖子位置上 会发现脖子不容易黏 然后呢 两个颜色分成不会很明显 所以我就很喜欢用它 扫在这个地方 舒服的06 你会发现其实我好难化妆的 步骤都很多 或者是我的眼影都很重 但其实它整体 当你整个妆出来之后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色系又很和谐 而且一定要强调就是这种光泽啊 bling bling 就是因为它就是很直见很得 让人家觉得说你整个人很冲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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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